歡迎來下水道,我是希二 狗除了有靈敏的嗅覺外 似乎還有著超越人類的第六感 從古至今都有不少傳說 狗擁有陰陽眼 能看見人類看不見的靈體 因為有時候我們很難去解釋 狗狗的一些怪異行為 今天我們就來看 五個狗狗一次看到鬼的影像 二零一九年年底 這名抖音用戶Gabby 和他的狗一起錄製了一個跳舞的影片 狗狗看著他的主人在鏡頭前面跳舞 還打了個哈欠 但狗狗似乎注意到後方的廚房 好像有什麼東西 讓我們把畫面放大再看一次 可以看到 有一個黑色的影子 從廚房的角落一閃而過 Gabby將影片上傳後表示 他發現有什麼東西走進了廚房 但他保證 那天只有他和他的狗獨自在家 那麼 廚房裡的黑影 到底又是什麼 這位同樣來自抖音的用戶 James 正在餓整他的妻子 並用手機錄下了他妻子嚇到的過程 但被嚇到的似乎不只有他的妻子 妻子的後方是女兒的房間 當時女兒並不在家 而站在沙方上的狗狗一直盯著房間裡看 有一個黑影 偷偷探出了頭 沒多久 又迅速的閃過 不過因為狗狗沒有太大的反應 因此 也讓人懷疑這影片是否作假 而你覺得呢 這支影片排除於2007年4月13號的凌晨 這天是個星期五 對西方人來說 十三號星期五是非常不吉利的 這幾天的深夜 這隻狗的主人 總是會聽見他的狗在廚房後門哭鬧 於是 他就在廚房裝了一個夜拍攝影機 想知道他的狗究竟看到了什麼 在聽到一連串詭異的敲擊聲後 外頭的燈也跟著閃爍 而狗狗就靜靜的看著門外 但更詭異的還在後頭 門上的窗戶竟然自己緩快地上拉 狗狗的主人隔天早上起床後 看了這詭異的畫面 將影片上傳至YouTube 他聲稱除了將影片調量以外 沒有任何的後製與剪輯 並表示就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攝影機所錄到的現象 一名網友養了三隻狗 這天他躺在沙發上 並用手機拍了他的狗狗們 其中兩隻也都躺在沙發上休息 而另一隻狗狗似乎看到了什麼 - 我在這裡 - 你要去睡覺嗎? - 什麼? - 什麼? - 什麼? 狗狗原本坐在地上抓癢 後來突然站了起來 並盯著昏暗的總廊裡看 而這名網友也發現了 總廊裡那團不明的黑影 又馬上縮進了房間 嚇著這名網友大叫 - 什麼? - 什麼? - 什麼? 2008年 以為養了兩隻狗的男子 發現了一些怪異的現象 每當他下班回家時 通往閣樓的門時常被打開 還有高掛在牆上的話也掉到了地上 這些狗狗無法移動的東西 都有被動過的痕跡 而狗狗似乎也遭受到什麼驚嚇 總是躲在床底下不肯出來 因此他在客廳架設了一個錄影機 觀察狗狗的舉動 並打開收音機給狗狗們聽 減緩狗狗緊張的情緒 突然間收音機因為雜訊干擾 而無法正常播放 接著大約10分鐘後 唯一的事情發生了 導演 当门关上后 收音机又恢复了正常 但请注意桌上的滚头会生气 原本在桌上的滚头 自己飞到了沙发上 而受到惊吓的狗狗也大声的咆哮 后来狗狗回到了镜头前 收音机又出了问题 而两只狗狗一起望向镜头外的同一个方向 似乎正在看着什么东西 看完以上的影片 你是否相信 狗真的能看见我们人类看不见的东西 你家的毛小孩也曾做出什么 令你感到毛骨悚然的举动吗 在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 如果看完影片后不敢睡觉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看更多让你不敢睡觉的影片 我是希尔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